这个地方里面只是要空的 就是按这个地方 其实选这边也可以看到 在概要里面呢 应该也可以看到 那按右键 其实可以在这个地方按右键 或者在概要里面按右键都可以 那我是比较建议你们在概要里面按右键 为什么因为概要绝对点得到 可是画面上面比较不好点 这个地方按ADID 把它的名称呢改为REOUT REOUT因为题目里面要求就是这个名称 好了之后的话 它底下要放两个button 那这两个button特别注意 如果你直接放 我这边示范一次 放一个 放在这边 再放一个 你会发现我要放在哪里 放右边的时候 你会发现 放下去会怎么样 跑到下面去 为什么呢 因为它现在的REOUT 这个REOUT就是它现在外面的版面配置 是什么呢 LINEAR LINEAR就是线性 线性就由上到下 你不能够跑到这个左边去 那如果说呢 跑到右边去 如果说你要把它跑到右边去的话 有一个方法 就是在版面配置的LINEAR 里面再放个LINEAR 这边我有做一个Relative LINEAR 那做法上 怎么做呢 在LINEAR LINEAR呢 因为我要左右 对不对 你可以用Relative 那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LINEAR里面 那怎么放进去 特别注意 你可以这样丢在这里面 放开 不过我比较不建议 我建议你直接干脆放在盖要 那特别注意 这个小动作很重要 一般书里面不会跟你讲说这样丢了 这是我后来发现 可以这样丢 如果说我今天要放在版面配置里面 我可以直接从这个LINEAR里面 把它拖拉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LINEAR 特别注意是阴影状态 放开 它就会直接怎么样 放在这底下 有没有 那你油要放上去 它也会告诉你 我的版型在这里 那我要把这两个Button 放到它里面去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按注意不要放 丢进去 那怎么丢呢 盖要里面呢 很好用 有没有 放到它上面 不是会有个阴影 对不对 放开就丢进去了 它就到它底下了 这个的话呢 也是一样 丢进去 那我可以丢到 Relative Layout里面 那它现在是叠在一起 那谁在上面呢 B Button 1 有没有 其实这个也是有图层概念 那所以我怎么样呢 可以把 干脆把这个 这个其实可以搬动它 那怎么搬呢 Relative 移过来 因为Relative是对齐 有没有 它会有那个箭头 对不对 你就把它拉过来之后呢 放开 因为它是箭头 对上面 跟对右边 放开 这个时候 Button就跑过来 那你就直接怎么样呢 把这个Button 把它名称改一下 就是它的那个 AdTest里面的话 那我就选择哪一个呢 选择BT1 这个BT BTN1 你有没有 就是